自己瞧出的立委參選人 賴清德怎能不來喊洞善 看來就算何博文上午才被 國民黨指控其論文涉嫌抄襲 賴清德心情似乎不受影響 只是致辭雙方互動熱絡 但跟鄉親拔暖 兩人一前一後 還是看似有點小尷尬 或許也因學倫賴清德很重視 而國民黨這回指控的是 何博文在大安大陸言所的碩士論文 摘要中何博文 民國92年發表的 中共人大制度改革研究 和另一位張純祥 在81年所發表的論文 都寫的 善事皆魔仇 一個健全的法治 和一個更好的監督體制 翻開來看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與限制 提到內容差不多 甚至字句一樣 就連論文證明 研究貢獻的結論 起手式都是同一句 比例後打斷紅字 藍營指 這則是抄襲證據 比例高達56% 請問賴清德主席 賴副總統 您還要做會挺博文嗎 做會挺博文 你現在是要做會挺抄襲嗎 特別挑選在今天 代副總統 首度來到我的選區 進行公開的活動 那進行這樣的一個 污賊戰法 坦白講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遺憾 凡指是對手 洪孟凱見不得他好 且自己逼對論文 相似度低於15% 國民黨的出手 何柏文 老神在在 TVBS新聞 董悟俊協柔 林一傑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